罗志祥得了什么病 节目录一半被救护车拉走 罗志祥最近在录制节目中 突然就急复发 紧急送医院打点地进行治疗 罗志祥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小猪罗志祥 前不久刚刚拿下金钟奖 最佳奏剧节目主持人奖项 这让人真心感叹人生不一样 但是惊喜的确实会眷顾坚持努力着的人 据报道小猪罗志祥11日录制节目娱乐百分百时 突然背部究竟复发 甚至于痛到无法继续组织节目 不得不接受工作人员的安排 紧急进行就医 其实罗志祥刚刚拿下金钟奖 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不但没有因为得奖而四满 甚至更加努力工作 其坚强的意志力 以及敬业的态度 不得不让我们敬佩 后来搭档问他 为什么不回去休养 罗志祥开玩笑表示 因为我是第一次拿奖后主持嘛 虽然身体很不舒服 但小猪仍然注意调节现场气氛 和大家开玩笑的说 是被受伤了不是妖哦 深怕大家误会些什么 把工作人员们都动笑了 一直以来 对小猪的印象都是搞笑又活力 作为专业跳伤歌手的他 直到其背后经历了多少心酸过往 嘻哈的外表之下 他比任何人都拼了 在录制极限挑战某戏 发生高烧还坚持开设 虽然节目紧急进行支援 但小猪打完肋固醇止痛剂之后 敬业的返回吃饮房 不领酬劳继续参与节目主持工作 连医生都听呼 你这样才会去主持啊 坚强的意志力和这些态度 自由人心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